Stash可以去把修改暂时的保存在一个地方 那么你可以稍后呢 再把它拿出来继续的去使用 这里我们可以先去修改一下 项目的Humans.txt 保存一下回到终端 然后呢再去查看一下 现在的一个状态 这里呢 其实有一处修改来自Humans.txt 这个时候你打算去修改一下 其他的东西 但是呢 不想跟这个Humans.txt的这个修改呢 一起去提交 那么你可以使用Stash 去保存一下现在的一个工作的进度 输入GitStash 后面呢再加上一个Save参数 然后再输入一个描述的一个信息 修改了Humans.txt 那么注意执行了这条命令以后 Humans.txt这个文件 又会恢复成了之前的这个样子 那么因为我们已经把这个修改的进度呢 保存起来了 下面我们再去查看一下 现在的状态 GitStatus 这里提示一个工作目录呢 是干净的 你可以呢 继续去做其他的修改 需要的时候 我们可以再去 把保存的一个工作进度 去恢复过来 想要查看保存的一个工作进度的话 可以在GitStash的后面 加上一个List 这样的一个选项 输入GitStash 再加上一个List 这样会给我们显示出保存的一个工作进度的一个列表 前面的这个Stash一个Add符号 里面呢 会有一个数字 那么使用这个东西可以引用这个保存的一个工作的进度 比如我们想去对比一下这个工作进度跟现在的一个工作目录的一个区别 我们可以使用GitStashShow 后面再加上一个-P的参数 表示用补丁的方式去查看 最后呢 就是代表这个工作进度的一个代号 我们可以复制一下它 这样呢会显示出这个区别 恢复这个工作进度 用的是GitStashApply 后面呢 同样加上这个表示工作进度的一个代号 是GitStashApply 后面加上一个StashAt 一个大括号0 这样呢 会把保存的这个工作进度恢复过来 我们可以继续的去修改 然后呢 再去做一下提交 如果不想再用这个工作进度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删除掉 用GitStash 后面呢 再加上一个Job 然后就是表示这个工作进度的一个代号 这样我们可以再去查看一下 GitStashList 那么你可以看到 刚才保存的那个工作进度呢 都已经被删除掉了 另外呢 在恢复工作进度的时候 我们可以直接删除掉 这个工作的一个进度 可以使用GitStash 后面加上一个POP 然后是这个工作进度的一个代号 都可以使用GitStashList